演出《死神正怀孕》中,网惊,瞎咪,她是女的。 安藤英在片中饰演《死神》时,正怀孕中。图中影,2010803.10。 热片《连仓物语》除了两位豪华主演《借雅人》及高中席外,连配角群的卡斯也是强到不行。 其中,饰演《死神》的安藤英就是超大亮点之一,但收到邀约的安藤英,却注释下了一大挑,因为她当时已经怀孕了。 饭兆制片说,我们在读剧本时,都以为《死神》一脚会由男演员来誓言。 但是导演却说希望由女演员来演出《死神》。 的却,《死神》没有性别,我也恍然大悟。 而提出希望能由安藤小姐饰演《死神》一脚的,就是导演。 山奇贵导演则表示,安藤英是我去国外迎战时认识的,那时我就觉得她非常有趣。 安藤小姐至今都是以自然的演技一决胜负的女演员,所以像《死神》这样需要特别去表现的角色。 我很好奇她会带来什么样的演技,果然她把《死神》一脚诠释得相当有趣。 安藤英,又,饰演的《死神》,会带领死者去温暖的皇权国度。 图中影,2010803.10。 安藤英回忆说,还记得当时我非常兴奋,不过因为你怀有神韵,我想住这样真的可以吗? 她认为孕妇贺二蒙的变化,不知道是否能演好《死神》中性的角色性格,但转眼一想又觉得好像很有趣,在生产前最后演出的角色是《死神》,实在是很帅气啊。 她也和导演说,一边怀着新生命一边饰演《死神》,不觉得很棒吗? 能够在这样的时机演出这个角色太好了。 这就是Destiny,命运,吧,笑。 电影在台上映后,果不其然大家对《死神》的记忆度都非常高,认为这个角色实在太可爱了。 但当发现秦时是一位女演员饰演死神时,网友纷纷表示,瞎音。她是女的。天啊!看不出来。什么?养的时候还怀孕。看来安腾英的完美演出,为电影加分不少。